团战的场地明显要比一对一和二对二大得多 选手休息室中也显得格外热闹 至少有三十多名魂师等在这里 要知道 在整个巴拉克王国 像索托大斗魂场这样规模的斗魂场 也只有两个而已 一个就是这里 另一个就是巴拉克王国首都中的巴拉克大斗魂场 可以说巴拉克王国中 只要是肯参加斗魂比赛的魂师 几乎都聚集在这两座城市之中 否则这里也不会有这么多魂师了 根据五魂殿的统计 全大陆的魂师总共不超过十万人 其中巴拉克王国常驻魂师也只有两千人左右而已 由此可见 大斗魂场能够吸引多少魂师 哪怕是像弗兰德和赵无极那样级别的魂师 也有不少参加斗魂比赛的 因为等级高 实力强悍 他们能从大斗魂场得到的收益极为可观 要不是赵无极,仇家多,弗兰德又自施甚高 在学院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说不定他们也参加斗魂大赛了 果然如大师所说 唐三七人被安排在倒数第二个出场 他们并没有到外面去观战 七人中有四人都经历了两场斗魂 魂力都有一定的消耗 尽管有奥斯卡的恢复香肠辅助 但魂力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部恢复 趁着没轮到他们出场之前 七人在角落处坐了下来 静心凝聚魂力 准备待会儿的斗魂 如果只是一个人戴着面具 或许还不会太引人瞩目 但当七个人戴着同样面具 同时走入这团战休息室的时候 就不得不为别人注意了 大多数魂师看到唐三一行人的时候 都流露出了警惕的神色 虽然看不到史莱克七怪的脸 但从身材和衣着上也能分出 他们是三女四男的组合 在魂师团体中 女性魂师的数量只有男性魂师的五分之一 这样的组合就已经有些奇怪了 正在唐三七人默默修炼 等待出场的时候 一名身高超过两米 极其壮硕的大汉 突然朝着他们的方向走了过来 此人看上去三十多岁的样子 赤裸着上身露出夸张的有黑色肌肉 不用问 他也是一名力量型魂师 喂 小姑娘 看上去身材不错 这脸干什么 让哥哥瞧瞧 他说话的对象 是史莱克七怪三个女孩子中 身材最火爆的朱竹青 尽管朱竹青年纪最小 但他发育的程度 令宁荣荣和小五暗中极度不已 此时又用面具遮脸 根本看不出 他是个才十二岁的孩子 滚 朱竹青的回答 很符合他一贯的个性 只有冷冷的一个字 给脸不要脸 是不是啊 小丫头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敢这么和我说话 一边说着 他的大手已经举了起来 他说让你滚 你没听见吗 戴木白猛的起身 来到朱竹青身前 虽然在身材上 他被对方要小伤几号 但瞬间爆发出的气势 也令对手不禁一致 找死 大汉胸惊大针 右手骤然下挥 朝着戴木白就拍了下来 戴木白冷哼一声 右拳 右下而上 迎向对手的手掌 砰的一声闷响 大汉身体晃动了一下 戴木白却向后退了两步 邪谋四童同时闪过一丝冷光 强烈的杀机 顿时从这史莱克七怪老大 邪谋白虎身上爆发出来 史莱克七怪一边的众人 自然都看得出戴木白吃亏了 作为强攻系魂师 戴木白虽然没有用处武魂 但魂力是可以作用在攻击上的 被对方阵退两步 显然对手的魂力要高于他 要知道 此时的戴木白已经是37级魂尊 而且马上就要进入38级境界了 在这种情况下还被对方所击退 那么面前这极其健壮的大汉 很有可能就是一名38级 甚至是39级的魂尊 在30级这一档中 他的魂力已经是顶级的存在了 住手 正在双方剑拔弩张 即将大打出手的时候 一个中性的声音突然擦了心来 只将一名看上去40多岁的中年男子 大步走上前来 也没看他如何做事 似乎只是迈出了两步 就来到了戴木白和那名高大壮汉之间 你们不知道斗魂准备区 是不能撕斗的吗 这是大斗魂场的规矩 要打 到斗魂台上打去 看到这个中年人 之前还怒发冲冠的壮汉 竟然立刻变了一副神色 熬主管 是我不好 一时没忍住 被称为熬主管的中年人 目光看向史莱克七怪七人 你们就是今天新注册的那个组合 使来个奇怪吧 行了 你们也不用在这里争 正好 今天你们彼此就是斗魂台上的对手 有什么恩怨 自己到斗魂台上解决 黄西 下次再让我看到你在我的地盘上闹事 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你给我记住了 是 是 下不为例 下不为例 黄西强壮的身体和他那一眼善笑 看上去急不和谐 当他的目光转向戴木白 立刻就变得冷立起来 伸出一根手指朝着戴木白点了点 小子 我们待会儿走着瞧 不打了你妈妈都不认识你 老子就不叫黄西 说完 黄西这才转身而去 那位凹主管淡淡地扫了戴木白一眼 淡然道 不要被表象所蒙蔽 黄西 狂战队的队长 狂战队所有队员都是35级以上的实力 来到斗魂场注册西天 团队已经获得了魂尊级七连胜的成绩 如果他们能够完成十连胜 将直接进阶同斗魂 以他们的实力 就算是在同斗魂一级的三十级团队中 也会是出类拔萃的存在 你们自求多福吧 如果自认实力不够 上台后立即认输 狂战队出手 飞色即伤 敖主管的声音不大 正好能让史莱克七怪 七个人全都听到 说完 他就转身走了 而周围的其他魂师 在见到敖主管之后 也都没有注视他们这边 戴木槐撇了铁嘴 没想到 我们第一次登上团战斗魂台 就遇到了很难啃的骨头 非死即伤嘛 我倒要看看 是谁非死即伤 那个黄西不简单 奥斯卡道 戴老大 你记得刚才这主管说的第一句话吗 不要被表象所蒙蔽 他是在点醒我们 黄西这个人 绝不像表面那么粗犷 能够成为战队队长 带领自己的战队 获得七连胜 给其他组合都带来恐惧的感觉 绝不只是实力就能做到的 这家伙恐怕是特意来试探我们实力的 戴木槐点了点头 很有可能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谨慎一些 大家听好了 一旦形势不好 不要强求 立刻使用小的蘑菇肠 飞离斗魂台 大家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作为史莱克七怪战队的队长 戴木白绝不是意气用事的人 但他也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人受辱 当然 这自己的女人几个字目前只有他自己承认 朱竹青是绝对不会认的 唐三岛 对方的优势在等级高 那个黄西既然以西为名 武魂应该是西牛 为天防御的力量型魂师 展开攻击时 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与他硬碰 先攻击其他防御不高的魂师为主 这个黄西就交给我吧 我会尽可能地控制住他 十三区的团战斗魂一共有五场 史莱克七怪在前面三场的斗魂中 获得了半个时辰的休息时间 终于要轮到他们出场了 史莱克七怪是和狂战队一同走出魂师准备区的 此时 他们也终于看到了狂战队的全部队员 黄西那雄壮高大的身体 走在他们队伍的最前面 紧随其后的是两名和他年纪相仿的中年人 看上去两人相貌有些类似 应该是一对兄弟 身材普通 脸色阴沉 再后面是一名妖艳的女子 也是狂战队唯一的女性 浓妆艳抹的看不出年纪 但从他的身材来看 应该超过了二十岁 穿着更是极为暴露 上身只有抹胸 下身虽然穿着裙子 但却薄如青纱 隐约之间能够轻松的看到其中肉光 妖艳女子 先向史莱克七怪最前面的戴木白 抛了个媚眼 戴木白却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他见过的美女多了 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浓妆艳抹型的 根本就没有半分兴趣 戴木白没兴趣 不代表其他人也没兴趣 譬如某胖子 此时已是邪火上升 暗暗吞咽着口水 脑海中更是在进行一些少儿不移的议饮 妖艳女子背后是两名身材矮小的青年 目光闪烁 不停地四处看着 走在狂战队最后面的人 年纪最大 至少已经有四十开外 看上去很普通 穿着也非常简单 如果不是在这大豆魂场 很难让人把它和魂师二字联系在一起 史莱克七怪在观察对方 对方自然在观察他们 可惜的是 史莱克七怪这边 除了胖子的身材有些特异以外 其他人只看身材都很正常 脸又被史莱克面具蒙住 很难从外形上判断出什么 团战斗魂台的面积 要比一对一和二对二大得多 直径达到了四十米 周围的观众席也要大上一倍 此时观众已经坐满 斗魂台上有少许血迹 显然是之前团战斗魂时留下的 狂战队一出场 就点燃了观众的狂热 强烈的欢呼声响彻全场 撕碎他们 杀了他们 类似的呼喊声不但产生着压力 也更令人热血沸腾 台上的主持人竟然就是之前 那位替史莱克七怪解围的熬主管 站在斗魂台中央 第四场团战 对阵双方 狂战队与史莱克七怪 对于狂战队 我想我已经不需要过多的介绍 他们已经获得了七连胜的好成绩 如果他们能继续神勇 在今后的斗魂中再连胜击场 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创造索托大斗魂场 最快达到同斗魂的记录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斗魂台的另一侧 神秘的组合 这个组合是今天刚刚完成注册 这也是他们第一场团战斗魂 很不幸 他们遇到了狂战队 这些戴着面具的魂师 就叫做史莱克七怪 不知道是因为狂战队的支持者多 还是史莱克七怪脸上的面具 给观众的感觉不好 当敖主管刚毅宣布他们的名号 观众台上顿时响起了一片嘘声 直径四十米的圆形斗魂台 已经非常大 足有上千平方米 所以对阵双方 虽然有十四人之多 却也不会显得拥挤 伴随着敖主管的宣布 史莱克七怪与狂战队 各自在自己一方摆出了阵型 狂战队一方 站在最前面的就是队长狂西 紧随狂西背后的是那两名 脸色阴沉的中年人 三个人摆出一个三角阵型 妖艳女子在七个人的中央 依旧是一脸媚笑 两个身材瘦小的青年在两翼 那名看上去很普通的大龄中年人 则排在最后 整个阵型就像尖锥一般 史莱克七怪一方也同样摆出了自己的阵型 和对方的331阵型不同 史莱克七怪这边摆出的是3112的阵型 七个人分成了四行 最前面的是戴木白 小五和朱竹青 第二行是唐三 第三行是马洪俊 最后一行则是奥斯卡和宁荣荣 奥斯卡紧切着宁荣荣站在那里 现在她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任务 之前唐三要求的每人三根香肠都已经到了大家手中 就算需要补充 她也能够快速完成 你离我这么近干什么 宁荣荣低声说道 奥斯卡道 万一有人攻击你 我好给你做人肉盾牌 如果是平时听到奥斯卡这么说 宁荣荣一定会以为她是试图占自己便宜 可此时奥斯卡的话语却听不出一点开玩笑的意思 她的目光始终盯视着不远处的对手 声音也明显变得凝重起来 有两名辅助系魂师固然好 可也是史莱克七怪一方的战力 只有五人 而他们要面对的 又是一支全部三十五级以上的队伍 压力可想而知 而拥有七宝琉莉塔武魂的宁荣荣 在团战中显然是对方的首要攻击目标 要知道 有它的存在 可是能让本方实力整体增强百分之三十的 主持人分别向双方询问是否准备好了 作为队长的戴木白和对方的狂熙 同时表示准备完毕 倒计时五秒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团战斗魂 第四场 开始 这个倒计时在一对一和二对二中都是没有的 为的是让双方魂师能够有时间先将自己的武魂释放出来 这样一来 在团战时就可以避免有人失误因为武魂释放慢而影响发挥 当然 对于大斗魂场来说 也是为了让斗魂的过程变得更加精彩 以吸引观众 兄弟们 开武魂 戴木白大吼一声 气势陡增 全身肌肉瞬间膨胀 双臂同时向身体两旁伸展 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 白虎附体 与此同时 双方的武魂同时释放出来 一时间 受魂师的身体发生变化 气魂师召唤出自己的武魂 整个斗魂台上顿时变得无比绚丽 唐三此时终于明白 为什么观众都喜欢观看团战斗魂 但是这开场的瞬间 已经不是另外两种斗魂方式 所能相比的 试问 同时十四名魂师 释放出自己的武魂 绚丽的魂魂同时亮起 那是何等气势的一幕 史莱克奇怪这边 四名魂尊身上的魂魂颜色 一模一样 戴木白 奥斯卡 唐三 小五 都是两皇一子 也就是两百年 一千年 共三个魂魂 另外三人 也皆是两个百年魂魂 和史莱克奇怪相比 对面的狂战队魂魂上 就显得有些参差不齐了 黄西是一白 一黄 一子 标准的十年 百年 千年 三魂魂结合 他身边的两名阴臣中年 三人则是一白两皇 在魂魂上明显弱了不少 唯一拥有顶级魂魂配置的 竟是那位妖艳女子 和史莱克奇怪这边的四名魂尊一样 他也拥有着两皇一子的魂魂辅助 另外三人 虽然也都是三十几以上的魂师 但千年魂魂 也只是出现在最后 那名看上去很普通的 大龄中年人身上 他的魂魂和狂西一样 其他两人 则是一白两皇 史莱克奇怪一边的整齐颜色 和对方的参差不齐 顿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狂西之前 已经试探过戴木槐的实力 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但当他看到 史莱克奇怪中 竟然有四个 拥有顶级魂魂配置的魂尊 还是按吃一惊 幸好 还有三个是大魂师级别的 否则的话 或许 他直接就会产生出投降的心情 从眼前的魂魂对比 就能看出 高等级魂魂是何等难得 普通魂师 想要获得一个好的魂魂 是极为艰难的 毕竟产生优秀魂魂的魂兽 一般都比魂师实力强大 只有强者从旁辅助 才能平安获得 原本古道的观众 此时也安静下来 四个紫色魂魂 对他们产生的视觉冲击力 绝对不小 更何况 史莱克奇怪这边 连一个十年的白色魂魂 都没有出现 这就足以证明 他们是有背景的 敖主管同样被史莱克奇怪 这边的魂魂吓了一跳 但他还是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伴随着一声开始 他已经飞身而退 动作快速无比 显然也是一名实力不俗的魂师 最先发动的 都不是双方站在最前面的战魂师 而是后排的辅助系魂师 对方那名大龄中年人手中光芒一闪 掌心中已经多了一面银色的圆盘 身上的白色与黄色两个魂魂 同时亮了起来 如意之盘 防御之光绽放 如意之盘 攻击光环绽放 两圈与两个魂魂同色的光圈 瞬间释放 给前方的六名同伴 每个人身上都添加了一层黄白色的光芒